而在法院外 學運領袖陳薇廷跟公同盟等民間團體 也號召了群眾集結抗議 除了希望法官能夠秉公判決 也呼籲行政院長江銀化不要逃避司法責任 勇敢面對下台負責 大聲喊著口號高舉牌子 太陽花學運領袖陳薇廷率領公同盟 黑色島國等團體 上百人聚集台北地方法院聲援自訴民眾 我們不相信現場判斷的遠景 他們會有這樣的權限 他們敢說做出這樣的命令 去做這麼大規模的錢驅離 警法官在相關的調查過程當中 去把上層到底下台有什麼指令 能夠詳細的調查清楚 針對學運期間引發323行政院流血衝突事件 30號台北地方法院依殺人未遂等罪 首度傳喚被告行政院長江銀化 警政署長王卓軍等人出庭 為確保江銀化等人安全台北市警局部署 200警力甚至運聚馬到現場 就是為了避免發生衝突 公民團體要求行政院長江銀化 要勇於承擔司法責任 為323的強制驅離負責 甚至民眾更提出訴求要求追究國家暴力 更要江銀化下台負責 其實我們也是希望就是 我們這個司法是值得期待的司法 希望司法能夠回應我們的期待 就像剛剛提到的 我們訴求不斷提到的 要用憲法的高度來審判這個案件 陳文廷等人更說 這次的記者會 只是後續行動的開始 未來會是法律判決 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U.TV的人向李怡婷台北報導